耳鳴如果急症的時候 急症期的時候 他是可膩的 治療的時候是可膩 但是在急症的時候很不舒服 那有沒有什麼小技巧 比如說這個會不會好 還是有什麼樣可以克服 當然可以試一下 就是比如說 假設你身邊真的沒有其他東西的話 那也沒有辦法立即去看醫生的話 那一般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患者 通常是在一個相對壓力大的環境下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 把手上的事情稍微結束掉之後 找個地方就是先 躺下我覺得更好 就可以完整的休息 再來就是可以做一點熱敷 那補充水分 補充水分 再來的話進一步 是耳朵是 不用敷到耳朵 敷脖子也可以 你直接敷耳朵也效果不好 就是舒緩 旁邊的部分 因為有一些跟頸部也會有點相關 所以我會覺得 熱敷頸部也還不錯 因為在附近 在附近就在附近 那如果說 你可以再去做一些細部的按摩的話 當然很好 如果這些事情你也都做了 那也沒有明顯改善 而且耳鳴時間越來越久 可能還是要請你儘快去就醫這樣子 嗯